好 非得早餐 我是台湾龙 民国112年2023年10月6日 星期五今天很重要 因为今天你只要在好好的商 今天会不会会放到台风价 因为我们节目是预录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不过台北大概不会了 所以没啥指望 不过中南部地区的有机会 我也不确定 但不管怎么说 今天你上完班了之后 爽翻了你就有四天的廉价 六日一二 就国庆的长假四天的廉价 那这廉价你好把握 因为这个廉价你没有好把握 下一个再会来找你的廉价 那就等元旦了 那可久了 好 所以这个假期 第四季一开始之后 就有中秋节的假期 又有国庆日的假期 那很爽 好 在很爽的日子里面 我们都会想到谁呢 我们都会想到 姚舜 小龙早安 听众朋友早安 好 这礼拜五的时间 姚舜的时间 今天从何开始 不是 你这太随便了吗 我不哈拉你好像 也不是 你从眼神里我感觉 当我突然间我觉得 我竟不哈拉了 我要进入正题的时候 姚舜突然间就愣住了 就不知道怎么办 改邪归正了 对啊 对不对 你那个啊声好特别 就改正归邪 对啊 改正归邪 好 那就是 就是 姚舜平常上节目呢 其实 你看他 没啥特别准备 都要想 什么叫没啥特别准备啊 反正你脑子里面 什么东西都 都是内容啊 所以对 所以我不值钱 你满满的材料啊 就对 所以我这个就不值钱 像我们两个 像我们两个头 拿地上 摆在路边摊 在卖 你比较贵 你没用过嘛 对啊 就全新的 对 全新的脑 脑子啊 所以你摆在地摊 那一颗请问一下 那一颗多少钱 哦 这颗唐强龙的 哦 很贵哦 因为空的 对 新的不能说空的 空的脑子 不会要 就全新的脑袋 没用过的 哦 没用过 对 跟你不一样 你脑子没装满了东西 对对对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讲什么 我没有想什么 我一开始本来讲 我刚喝了一口咖啡 我觉得 哦你是咖啡啊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的咖啡 我觉得还不错 哦 对 就胖胖有进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常常 他常常泡个咖啡 跟跟水一样 不过 今天我喝了一口 我觉得不错 可能因为我们刚刚在外面吃爆米花的关系 那个配上了之后 那个味道对了 对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情 因为你那个极数 我认为 我认为就是刚刚外头的那几颗爆米花 好了 你觉得好就好 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讨论吃 你那个极数 不到 我讲你也听不懂 我不否认 那就好了 那就不要再问我了 我没有问你 我不否认 OK好 你讲开始 这个台北最近又多了好几个 这个有米其林DNA的日本料理餐厅 米其林DNA 就是说 就是台湾的连锁 就是餐饮集团 那看好这个台湾高端消费的市场 所以他们跑去日本 把这些具有 就是米其林新餐厅的创办人 或者主厨 他们去合作 然后把他们请来台湾 合资开新餐厅 其中有一家 叫琥珀 它是繁烧肉的同 大部分的股东 繁烧肉在哪里 就是安和路跟敦化南路 那个圆大那栋楼 安和路 就是成品以前的对面 以前成品的对面了 那里有个繁烧肉 是很高档的烧肉 一个人大概五千几条 原来的股东 原始股东 大概有三分之二 他们又合资 再成立了一个 惠比售餐饮公司 跑去日本 找了一个做日本的料理的师傅 米其林二星的师傅 在台湾开了湖泊 我要讲 这几年 大概这十年开始流行一个事情 就是私宅餐厅 有没有 在公寓 公寓或老旧的华夏的一楼 找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餐厅只有一个板前 一个料理吧 通常就一张桌 或者一个板前 也就是板前 然后卖这个歌烹 或者寿司 那很流行 而且越来越贵 这种餐厅很贵 都是动辄就一个人就五千几条 有的甚至六千五几条 中午不开 因为那些日本人的习惯是早上进货 然后开始备料 到了晚上才营业 那像这样的餐厅 在台北市其实越来越多 但这些餐厅都有个共同特色 第一个私宅 第二个就是强调 这个食材多数是90%以上都日本进口 每天有新鲜的日本料理 日本食材 第三就是有个共同特色 就是这个卧寿司生鱼片比较多 熟食比较少 热食比较少 那现在这个我讲的琥珀 他们就是去大阪 找来这个 跟这个主厨合作 在台湾开的琥珀 它里面90%以上都是热食跟熟食 我们讲它就是割烹了 割就是刀 就是把食材分切 割代表冷食 冷食生的多 就是烹饪 就是有料理的 那现在这家餐厅 它的热食就比较多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我觉得非常好 我很喜欢 因为吃了很舒服 实际一套餐 Omakase Omakase是什么意思 台湾现在很多人把Omakase翻译成无菜单料理 其实这是错的 它正确的称法 在日文里面正确的称法 称呼方式指的是 委托 拜托你了 师傅你来帮我配菜 你来帮我开菜单 Omakase是这个意思 而不是无菜单的意思 很多人搞错了 那这家也是走 因为为什么 他每天进的货可能不一样 他必须去 因材 师 师作 好了 就因为这个材料特性 他必须 去找到对的方法 来碰调料理 他 所以这家餐厅就是 就是这样 它的热食 熟食 比冷食多 而且都非常好吃 我举一个 我去采访的时候 这套餐的第一道菜 叫胡麻豆腐 你常见 你常见 当然 这有什么呢 我告诉你 它的做法跟市场上完全不同 它的口感像血鱼白子 嫩到一个像比豆花还嫩 然后问题是它的表皮 它还去制 去烤 所以表皮还微微的焦香 那个你吃起来 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胡麻豆腐 其实胡麻豆腐 只是一个名词 一个菜名 可是每一个师傅在做的时候 你要磨豆 磨成豆浆 然后里面要让它凝固 有不同的凝固方式 那还这个比例就不一样 那豆腐它自己做吗 自己做啊 胡麻豆腐啊 当然我们平常吃胡麻豆腐 都外面买 没没没 日本料理师傅都自己做 你这样 你这样就是外行 每一个都是自己做 如果是日料的话 他们都是自己做 所以每一个人的那个 风味及口感都不尽相同 那这个我觉得太厉害了 我可以给你看照片 它的胡麻豆腐做的像 像雪鱼白子的 白子你知道吗 就是白子就是 金囊啊 像那样子的口感 好吃的不得了 很漂亮 然后它的菜 它的菜就是很多的这个厉害啊 因为这个师傅 还在法国待过一年 这个日本师傅 他在大阪和东 大阪跟东京 各待了超过五年以上 然后又有一年 完全在法国 去过欧洲 所以他在他料理里面 会有一些欧洲的技法 像我现在给你看的这一道 就是章鱼 你觉得他的口感是什么 很多人想要章鱼 你觉得他的口感应该是 很弹很Q对不对 其实不是 其实这个像意大利 厉害的师傅 在处理章鱼的时候 还有日本料理师傅 在处理章鱼的时候 它是那种松软的 松软 而不是那种 硬脆 不是 是松软 所以他的套餐里面 有一道这个 也是非常的好吃 他是用低温 泡了三小时 让他熟 是慢慢熟的 所以他很柔软 我最喜欢吃的 他的一道菜 就是他的增长 你知道 日本料理 如果是怀食 或惠席料理 就一整套 正统的怀食料理 或是惠席料理 怀食跟惠席的差别是 怀食 我们讲过 怀食是日本僧侣修行吃的 三菜一汁 就是三道菜 一个汤 最早是素食 后来当然慢慢 那惠席 就是幕府时代 大将军在吃的 江户前的 江户时代 那里面每一道菜 都有一个名字 比如前妇 或叫先妇 那就是小菜 八寸 就是每一道菜 就一盘 每一个食材 都要处理成一口大小 然后算下来 长跟宽跟高 刚好是一个方形 就是指 那个八寸 指的就那个 然后增长指的是什么 还有墙摇 墙摇是什么 就是配酒的 那增长通常是指 你用海鲜做成的丸子 所以日本料理是一个吃海鲜的民族 那个东西做的好不好 就决定了你这家餐厅的高档或者是平庸 他的增长用什么 用帝王蟹的蟹肉 手拆蟹肉 拌一点点鱼浆 然后呢 然后配汤 增长一定有汤 哇 这个蟹肉自然的鲜甜 好吃极了 很多人在外面吃的增长 为了要 为了要 为了要大 加了很 除了鱼浆以外 加了很多不同的姜 那吃起来很 弹Q没错 可是真正的好料很少 他不是 他是 整个帝王蟹肉 然后只用一点点蛋白 一点点的这个鱼浆 做成的这个增长 好吃极了 真的 我这家餐厅 就是说你在台北当然有很多 他只做晚上 这种餐厅都做晚上 只做晚上 然后你说 你说 你说单一个人的5000以上 6500 可是你不要觉得 这个是 这平日吗 对啊 这种餐厅就是这样 他没有分平假日了 台北现在最贵的一个人的这个日本料理 单价最高的是 阿达西 主力 而且很难定位 定不进去 因为吃完了 他就单子就拿出来给你定下一次了 嗯 那个当然很多了 这一类的像牡丹现在也是6500了 就是天妇罗 也是板前的天妇罗 而且要开二店了 嗯 牡丹拿到米其林二星了 在台北 嗯 对有的时候有些 有有些朋友要请我吃好料 你很多啦 你知道你是你现在你是怎么样 请你怎么样 我不是我你知道我会我会我会不好意思 你当然是吧 人人是有修指心的 你没有资格嘛 对 真的就是 就是你你何德何能吃这些 而且你也不懂 对不对 对 你吃了又不懂浪费 但不一样 他们要请你是因为你是名人 对我想你说的对就说都是都都是认识的当当不同行业的老板吗都是老板吗就是我订了哪一家的哪一家的餐餐厅很棒但我当我老师我我跟你混混那么久了我就算是不懂吃啊可是看那个餐厅我也会知道那个那个那个那那档子很高啊然后那个很难定那个要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身份门吗门路啊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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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也很难有点累会员制了对好那对可是 那我我我我我就不好意思你为什么你怎么你怎么可能不好意思所以这真的不像啊你我跟你说话这是在广大的居民同胞前面说话真的眼睛说瞎话人家请你吃饭高档餐厅你说不好意思那你去了没没有 那真是值得敬佩对因为因为我因为我因为我这种咖就就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十月中以后啊那个那个蛋又会缺货茶叶蛋又又没有了怎么办那你就这两天你就站在这等了对我这两天就站在这等我这两天就是那种那种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就会你什么事啊那那那那我平常要要吃茶叶蛋怎么办不用担心一定有的啊 谁谁说的前阵子今年六六七月的时候那缺蛋的时候每个每个便利商店关于哪一家没有没有没有像我家我家楼下没有我就到对面你你家你你以前家的楼下有个全家那新新开的我知道我不是新开好久了不是我搬我搬走之后才可以搬走我没有我没有搬走前他不敢开吗 我搬走之后他才敢开啊那那那个就是偶尔你要挑时候那个时候的便利商店啊就是一天就两盒蛋他们能够煮茶一天两盒那你如果有赶上OK那算你运气好所以每次就多有我在我家楼下买不到就到对面买而且我家两边的那个味道不一样我是觉得你你前家前浴所楼下的那个茶叶蛋比较有味道因为我 全家的比较贵呀因为我我有时候全家一颗十三块啊我有时候会去complain啊就直接跟那个公司的我认识人我说哎 时间不够不要拿出来卖啊对啊你财业蛋没有入味对对对对就是白白煮蛋啊对那你怎么可以卖茶叶蛋的价钱没错啊对不对我就去complain那他他们就查了查了好几次查就说 那个是店长店店主人加盟主啊说这个附近民事社区的不能吃那么咸所以呢他把它煮的淡一点乱讲所以我也觉得乱讲嘛那我都有标准化的配方怎么可能还有什么茶叶他就他就少放嘛那料包就减半嘛你懂吗要不然就时间缩短嘛他说是因为居民要求不应该就是茶叶蛋如果那个那个蛋蛋壳没有破没有入味哦不准哦他们的规定是不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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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 我蛋壳不可能不破我买茶叶蛋我们都有破吗但是他们规定是不准破的嗯哎不准破的我每次一定要看到那个蛋壳破的而且而且已经碎的那个看到里面的颜色已经哎那才会让我信心我我我就是买专门挑这种对对对对我根本就不在乎他卖相我我在乎那个那个吃了之后卖相很重要对了就是就是就是这个是我唯一担心你想像我这种歪嘴鸡吃豪米啊 就是就你要我去去吃牛高档的不是你你刚才所以你刚刚的话还没讲完吗就说人家请你然后最后你都不去是吧就就不好意思去啊就是我我就不去每一次都不去我对我我我我是说就说真的 我说只有只有很少数很特殊的情况下面就是不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唐湘龙是是是是罩子很亮了就知道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弊弊弹发生吗那有的就是可能有的人要买通他 或者有人要以前会我以前当我在新闻线上的时候我我这个这个是我们自己工作训练新闻线上的时候我之所以长时间养成一种就说不吃饭不应酬 这跟我的新闻工作是有关的啊那时间久了之后大家也就就知道了就是吃饭的时候呢什么啊就是谁谁谁啊哪哪哪哪个大老板啊要要要要请大家吃饭啊或者哪一个哪个主持人家吃饭啊不用找我我不会去啊就基本上面这跟你哪哪个党都都一样那你现在现在现在不在可你现在还是媒体啊现在现在当我不在新闻采访线上的时候人家就不理我啦也不会啊那你刚刚讲的那些那些所以我就只能够听你讲我我我我 我只能够看听你讲然后去想象摇摇顺的在吃那些的好东西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你可以你可以来参观我告诉你你会痛不欲生苦不堪言你听过讲很多遍对因为因为我都拍完拍一道记笔记再来一道我不是照正常的真的而且我我我的桌面不是像你那个什么table setting有有酒不是哦我是一堆盘子 然后一堆一堆餐具因为有的时候要夹有的是而且这玩这道菜我拍完了一定换餐具嗯因为你不能去影响下一道所以多数时候我都吃冷的我的一个采访一个餐厅采访都是超过四小时对这个这个是真的所以不会是你想象中那个样子对了他们也就摇顺是很是很是很想像那个样子只能想象你吃饭的样子不要想象我吃饭的样子不一样真的我是工作所以我我休假的时候 我休假的时候我休假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新中间的小妈妈蓝天小馆嗯他其实是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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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院拉出来的那个嗯那个摊子嘛嗯我都是那个他炸排骨哇卤味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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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他隔壁隔壁就是那个那个隔壁就是那个那个隔壁就是谢可黄跟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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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虽然虽然虽然你听我跟姚瑶瑶在聊美食可是我们 我们两个人命格都是建格没有没有你你建我还好啦我们我不建好进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姚瑶聊 阿菲特莫阿菲特早餐我是蒋生龙的礼拜五的时间好今天呢也是在准备上放四天的国庆长假之前的周末好那接下去呢你会有一个龙无一看好好的享受这个龙无一看好当今天傍晚之后的我估计了就车水马龙的好这个高速公路呢尤其因为上个星期是中中秋节的假期中秋节假期大部分都反 香那因此因此旅游啊等等可能比较少一点不过呢接下去的这四天的龙一看那我估计啊很多的观光景点啊大概就会热闹一点天气呢有台风有点凉了哈包括一些温泉区啊等等的旺季呢就开始了好所以呢你如果安排这四天假期的时候除了听姚舜的跟你推荐的这些吃吃喝喝之外另外记得一定要先订餐先订票先订饭店都要先订没有订你最好不要去 因为因为老实际上有时候花很多时间了在等待啊排队啊趁心而去拜性而返啊那个就很没意思好来那的姚舜的时间刚讲的那琥珀 虎琥珀琥珀琥珀的英文就就就就是那个码就am bert 好好那那虎乎破完了呢再当然再来好~~~ 其实就是老实属丑很多比如他的匍犯嗯是用生金子生金子去去根饭绊在一些每 day我可以有莫 teo 身金子认识什么呢生金子其实鸽鱼软还没有脱馍 shine 它上面有一層 然后自然的咸鲜味 那非常棒 所以他跟饭一起蒸啊 就蒸好了以后再铺上去 还有这个煮过的毛豆 还有这个蟹肉 哇这只会不好吃吗 你看光看就好吃 你看蟹肉生金子 那个那个饭就非常好吃 我刚刚我刚有要问 就是我不太懂 为什么都要标榜 就是说日本进口食材 台湾的食材不好吗 不是我跟你讲 我这个事情我也 challenge过 像我今天介绍 而且我在问这问题 还没有在谈到什么 什么核污水啊 等等的污染 我还没有在谈这时候 我说纯粹就只是 台湾到今天这个水平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的店里面 还要标榜 就是说当日空运日本食食材 进来东西也一样啊 干杯就干杯 鱼就鱼啊 好那顶多说台湾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那个那个帝王蟹 好吧那你就进口 那台湾有的东西呢 也在强调呢 空运进口 那干嘛 好比如说我那天 那天采访这个 有个红猴 我说哇 我好喜欢红猴 不是台湾的 不是台湾的 他是用日本的 我现在那个 网络不好 我本来给你看照片 他烤红猴啊 那怎样呢 日本 台湾友好的红猴 对 但来了 问题来了 产机不稳定 size不一样 开一个餐厅 必须每天的size要一样 我们我们 我们这里的这个红猴啊 红猴很难 偶尔偶尔会有好 我有聊过嘛 陶海的人 或是渔夫 跟农夫最大的不同 农夫是把好的 挑精减瘦的 挑出来装箱 往都会卖 透过农产运销公司 渔夫不是 今天难得有两个好料 留下来自己吃 对 因为他们 他们跟海在搏斗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很多渔夫 都不出海 就直接 因为政府会补贴嘛 所以就这样 所以我那天吃他的红猴 日本近后的红 确实比较大 比较厚 比较肥 原因是什么 海域 水域不同 它比较冷 它的海下面比较冷 所以孕育出来的 这个海鲜 味道 肉质比较紧实 然后细致 然后鲜甜 这个没有办法 就像你去东南亚 有些鱼 东南亚也有 可是它是温的 温水海域 所以出来的 长得快 变大 但是肉不见得 有那么细致 这个差 还是有多少有差 像现在台湾也有香鱼 台湾有香鱼 可是这些日本料理 他们习惯用 用日本的香鱼 一个是一个是 比如说我今天一次要订个50只 他可以给你一样规格 跟在台湾一次要50只 他可以给你50只 但大小参差不齐 这也是一个主厨在采购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我这样讲 你就了解 有一些东西是 还有一些是 有些材料是 台湾没有的 比如说吃日本的握寿司 难度最高的 敢做的叫小鸡鱼 一种银皮鱼 你今天讲你是江湖前寿司 你必须要有这个小鸡鱼 但是银皮鱼处理的不好 会有一个欣慰 那台湾没有这个鱼啊 对嘛 我是说如果没有的 那没办法 那你说那个 那我刚刚讲 我刚刚讲的你听懂没有 那我刚刚讲的你听懂 我听得懂 但是我不认为那个是有说服力 那你不认同就不认同吗 我尊重你啊 但事实是如此 其实你并没有尊重我 因为不值得尊重吗 在这件事事上 你就是想要硬好吗 想要自己凸显自己爱台 我这不是这样子吗 这餐桌上 餐桌上不必有这个这个民族主义情节啊 真的不用 唐江龙先生不用 可是你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可是你以前都告诉我说 你是个餐桌民族主义 我我我是餐桌上民族主义 我的意思是说 我的意思说 你又开始熬 中华不是中华料理 全球无敌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说我可是我们现在讲 日本料理的这个食材的时候 那人家人家要人家的理由是那样的吗 嗯 那我们尊重 我知道他一定会有个理由 但是我我已经我我我自嘴问的原因是因为 听多了看多了之后 你又没有你又没多刚刚前面才讲你不去的 现在又听多看多了 我有时候会觉得不耐烦 就是说干嘛一天到晚都要标榜了自己是这自己是日本进口食材当日空运 我这食材我点的东西这食材台湾没有吗 不是这个台湾也也都有啊 如果你到海边海港你你愿意买档次高一点的不会比你差 我讲海胆对一样不一样 我那我说如果人家的品质就比较好 那没有问题 但是就不一样 有一些就不是 那你就不知道吗 那进来之后就要变得比较贵 好像我我认为那个呢是把是把所有的食材把他的国家品牌化之后会出现的情况 哎呦лять你觉得不就觉得日本的比较好 你认为都比较好 儿子混合更多完全比较不好 kaummer spot 什么什么什么国家石材品牌 你又在卖好了 你有了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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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ps 和 librer 卖弄学问何必来的你就是不懂吗 你前面陈拜扬你都不去 你有过去 你怎么知道 我有我我有子 我不是说我就是我自己他我自己花钱去啊 U肥偉 Qa你可能啊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吗 不是不是你不可爱 你这什么意思 我自己花钱 希望以后大家把它录下来 我告诉你 我便利商店我自己去 我去餐厅我也自己去 我便利商店我告诉你 我发票我都有中奖 好了你都自己去了 你都亲自去上厕所的 都不是别人帮你去 不会有的时候 便利商店有时候找厕所 但是便利商店现在 现在市区的便利商店 有厕所也很少 有时候也很麻烦 不是别人都不麻烦 你比较麻烦 真的 真的我有时候跟你聊天 我都胆战心惊的 真的就麻烦了 你知道厉达 真的就麻烦了 很麻烦 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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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同样 再来 虎婆再来 同样的 这个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 这个这个店是什么 母妹母妹就台湾米其林 第一次开放的时候 他他就得了一心 然后他也是亚洲到今年 亚洲五十大里面 他还是在入榜 他每一年都入 我们全盛时期 亚洲五十大 台湾有三四家餐厅 在某一年 有入榜 亚洲五十大 那现在今年2023年 只有一家 就是母妹 他变成集团了 他开了很多不同的 比如说他跟泰国的食神 开了一家海岸餐厅 在金华B3 比如说他跟泰国的一个米其林主厨 开了一家泰国菜 叫Bang 家常菜 B-A-A-N 这个餐厅 在东区 哇 那个很辣 就是正统泰国料理 现在他又跟日本的米其林主厨合作 大阪的 合作 开了一家烧鸟店 什么叫烧鸟 烤鸡翅 鸡翅 就鸡的各个部位的烧烤店 只卖鸡 没有别的 正统的烧鸟 这样讲了 日本的烧烤 听到就很恶心 日本 你才恶心了 你下了 不是 我不是看到你恶心 我是说我听到 听到要烤鸡翅 烤鸡肉 你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吃 然后自己被小时候 我刚想到就很恶心 再看到你之后就更恶心 我不是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我是为了衬托你 那怎么办 你就是得来 多好吃 鸡胸肉 你会觉得恶心 这个叫鸡屁股 这个我家人 他们应该都会 我告诉你 超好吃 我讲点学问 日本的烧烤文化 日本的烧烤文化 从屋台开始 什么叫屋台 什么叫屋台料理 日本的屋台 就是我们的摊贩 夜市摊贩 所以那个是 那是很多 很多日本人下了班 不直接回家 先去屋台 喝一杯 吃点东西 裹个副 避开交通 尖锋期 到吃完了 七八点 再慢慢的回家 再大吃一顿 再好好吃 屋台就是这样 那日本的烧烤文化 这个时代很久远了 好像是平安时代吧 然后呢 现在日本光 东京的烧烤店 你知道有多少家 超过一万三千家 这个是很重要 烧烤是日本的庶民美食 其中这些烧烤里面有绝大部分是串烧 串烧就把食材切成四口的大小 用个竹签去串 好 这个同样是串烧 你知道不同的材料 讲究了师傅 不同的材料有不同的签 有的要扁平宽一点 有的要两只去串 为什么 它拉开平均 烤的时候才能平均 串烧或者烧烤 又分为盐烤跟酱烤 这个关东跟关西 关东跟关西在饮食上面有非常多的差异 光是讲烧烤这件事 他们串法也不一样 有的里面是串洋葱 就是肉跟肉之间串洋葱 有的是串黄瓜 那个代表东西 关东跟关西不同 真的吗 真的 这也有不一样 那 我的肚很好啊 烧鸟 鸟就是鸡 为什么会有专卖鸡的烧烤店 日本有很长一段时间 全国是信佛教的 不准吃荤 到了接近这个 明治维新时代 开放了 刚开放 没有那么多的牛 没有人养猪 所以最早初期都是吃烤鸡 各个部位 可以把鸡各个部位分切出来 精准分切出来 做成食物的 全世界 日本算是最厉害的 对 那现在开了一家新的这个店 他叫 就是我刚刚讲 在母妹这个系统 他们叫 MNHG 这个集团 那他开这个烧烤店 现在 金华的B3 三番本家旁边 那还没开幕 11月 可能要到11月中上 上中旬才会开 精华饭店的B3 对 精华饭店 现在他的历经 精品楼层 有很多的这个 高档餐厅 我们刚刚讲 我们讲的米其林一星 叫做这个 Impronto by Paul Lee 然后呢 刚刚讲的这个 跟泰国餐厅合作的是 叫Coast 海岸线 沿岸 对不对 然后出鱼 在里面也有店 还有小小素食的 这个米其林一星的 这个 在里面开一家 素食的饭带 叫Curious 那他越来越多 然后呢 同样的 10月下旬 T加T 米其林一星 也会在金华的 B2 开一家 新的这个餐厅 那现在我们讲的这家 叫做FUMEE 这个字是法文 叫FUME 法文指的是烟的意思 所以这个烧鸟店 多了一个 来进广告 回头继续跟姚舜聊 好 非得忘费的早餐 我是谭生龙 那今星期五的时间 在在长假之前的星期五 那姚舜呢 提供给大家吃个玩乐的资讯 再提醒大家 你不管是要吃 要喝 要玩的 或者交通 你一定要先定位 先确定之后呢 再出发 那高速公路多少了 会塞车 今天傍晚之后呢 如果难来北往的 那稍微有点耐心 给自己预留的前置时间 长一点 那跟大家说呢 周末长假呢 快乐 不过下个星期一呢 还是一样正常的 非得早餐 正常的观点平台的运作 不管呢 假期怎么放呢 我们都是正常作业的 好 姚舜的时间 还有七分钟 再来 我跟你看 我们讲红猴 这日本的红猴 很厚 很大 而且他处理起来 他表面怎么处理 直接拿备长炭 而不是放在烤网上 直接吃在那个鱼鳞表面 所以他会有一个酥香 焦焦的味道 非常非常厉害 很好吃 我觉得日本人吃烧烤 吃那么多 你现在讲 可是他们的 他们的寿命又 我们刚刚讲到的海胆 这个海胆 叫羽粒海胆 跟台湾不一样 这么大 这个海胆 是被日本寿司之神 叫小野二郎 御用 他只用他的紫海胆 那在这个餐厅里面 他也引进了这个 这个羽粒 羽毛的羽 粒正的粒 羽粒海胆 因为特殊的水流 造就 因为海胆吃什么 海胆是动物 海胆是什么 海胆 水草 海胆 海带 那海带 好的海带 必须长在哪里 你看 我问我的是一件 我真的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很多 所以我说 我不知道很多 但是你问到 但是我不 所以我不觉得 你要对美食或餐饮 做任何评论 那对你是 是有风险的 因为你太浅 我没有在评论 你刚刚就在讲 人家 我讨论财业 但不可以吗 不是 你又在转 你刚才讲 日本食材 什么国家标签 品牌 当然是要 我听了 看了 我就觉得 那就是要讹我 只能讹你而已 别人讹不了 讹我 动不动 就说什么 当日日本空运食材 啥玩意 台湾没有吗 动不动就说 爱我也不问我 痛不痛 是你吧 人家在问你吧 动不动 也不问我 痛不痛 对 好 然后再来 没有 所以他这里 他菜单上 没有鱼利海胆 他当成杀币鼠 送给客人 一次就给两片 你知道这多贵 这海胆 海胆到底是 是什么 是他的生殖器官 那个部位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海带 刚刚讲到 吃海苔海带 那海带要长在什么地方 它的品质才会好 海带要长在什么地方 海带 你说长水里面 对啊 海里面 海带还是有分品质的 我分不出来 水流越湍急的海域 那海带长得越好 因为他要韧性 他就会长得比较厚 然后还有上岸以后 你不要写他上面有洞 的不好 有洞是为什么 有被鱼吃过 因为太好 就跟我们那个茶叶一样 那个是高品质的 对会水果有被鸟咬过 所以他就 对 那树上水果有被鸟咬过 所以他的那个鱼粒海胆 就是就是这个样 好了 这个餐厅 其实很多的这个料理 都第一个食材讲究 功夫讲究 而且不会过度炫技 过度炫技 你就会压抑了食材 生而优越的口感及风味 就不能过度 你就刚刚好恰到熬处 这个餐厅吃完以后很舒服 我觉得这家餐厅 以后应该也会不容易定了 所以我现在讲了 大家继续去打听 你住在哪里 而且只有我采访 你说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琥珀 易仙路 不是 我说你现在在讲海胆 就就琥珀的 对啊 OK 好 你根本没在专心 因为中间我们又已经 又又已经聊了 聊了烧烧鸟 然后然后 然后现在你在 在在讲的这个 我当然要再问一下 对啊 好了 好了 对啊 因为已经绕过去 我以为已经翻篇了 烧鸟 烧鸟是在 因为你不喜欢两只脚的 我不喜欢 可是大部分的听众会喜欢 当然喜欢 你现在才知道啊 我知道 我承认是我有毛病啊 我又没有在争辩这件事 我有病 烤鸭多少人喜欢啊 我有病 我跟你说我有病 烤鸭祭出 谁与争锋啊 对我也承认 我有病 而且不轻 对 而且钥匙网效 对啊 我不否认啊 对没救 我不否认 我有病啊 但是鸭鸭鸭子都一样啊 我就有病啊 对啊 但是我也知道 大家喜欢吃啊 我没有意见啊 你刚就很有意见啊 你说很恶啊 什么什么 你根本连 你连看都没看过 不是 确实是 你看都没看过 我想我只要 我只要 我脑子里面 一直有一种 有种气味的记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要看到你 就想到鸡 我就想要压 然后想到压 就想到那人的味道 就觉得恶心 我看到你 我就想到 我就想到屎啊 好不好 不是很低俗 不是 想死吗 不行啊 你想到什么了 因为我卷舌不对 对 看到你 我就想到屎 我就想到鸭 想到鸭 就想到那个 那个从小让我觉得很恶心 不是 你自己小时候 有不愉快的成长经验 就是唐湘龙小时候 穿那个美圆 这个面粉做的开裆裤 跑到人家养鸭的地方啊 你知道鸭子 鸭子啊 鸭啊 后来追啊 追追 就锁定你那个开裆裤哦 就就锁定一直追啊 就也没有那么可怕 我我我我 我跟额也打过架 真的 我也用用弹弹弓呢 把鸡呢 给打晕了 你怎么知道他晕 因为我打打中了之后 他头放一下 你伸手啊 鸡头那么小 你有办法打到他呢 我告诉你啊 我弹弓很厉害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就缺弹的时候 你就出来吧 但弹弓的时候呢 我用弹弹弓 我我记得我最最最神的是 拿那个栽 栽人家那个葡萄 栽葡萄啊 当当当弹弹弓的石头 没有没有用石头 用用葡萄 然后看着远远的墙上的一只的蚝 打中了 中 那个打那个打 打牙跟跟那个葡萄 葡萄汁 就是你那个就是因为那个葡萄像散弹一样 不是怎么会呢 他打开来那个汁就沾了到 怎么会因为因为以前小小时候住眷村了大在在院子里面东东东西中常常会种种葡萄 我家有啊 对 种葡萄 那个葡萄不好去 但就拿来就拿来酿酒 酿酿 我小时候南京公寓有院子里面里面有芒果树 芭萄树葡萄树 还有木瓜 你公寓住一楼吧 一楼啊 南京公寓一楼啊 前面前面有院子后面有后面更新更小的院子然后我我那个老家以前是公寓啊可不知道是什么人盖还有烟囱了 哇那豪宅啊不是豪宅不是以前没有没有瓦斯啊我们就是一个大桶下面烧烧煤烧炭去弄热水 小的时候我们当然都还要去买买煤酒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就是这样 我就说因为有院子所以前面就有就有涨了很多现在现在无法想象就以前要而且还会长哦要烧饭过对要烧饭钱的时候呢啊没没没没没球没有了 赶快去买买煤球那啵啵啵啵啵啵的就跑到跑到杂货店里面去了去扛一颗的煤球回来对对对就是这无法无法无法想象就知道我跟姚舜有多老了好了但但今天一件新一些星期五在长假之前的时候呢所有姚舜的在节目当中的所提到的吃个玩乐的内容 我们在非得联播网非得早餐的网页上面那我们都会很快的呢置顶那方便我们听众朋友的去查询的去锁定但是呢如果你有用Facebook的话呢那我更会建议你呢直接的上姚舜的官网姚舜美食中央社你打姚舜 美食中央社进姚舜的官网里面呢所有他的采访的心得记录照片文字呢完全出于姚舜的手笔那你也可以跟姚姚舜的交换了你呢暗图所记的美食的巡游仿盛的经验如果你觉得很好对你觉得姚舜呢推推荐的你觉得好吃或者不好吃你都可以跟姚舜的去分享 那个呢是我觉得现代人呢如果在都会里面呢要要吃好吃料理的时候呢你应该要要有的必备的就是网路当当中的该有的圣品就是姚舜美食中央社 哎呀真的感谢啊好了你要开会了来感谢了礼拜五的时间姚舜到我们先了感谢 谢谢香龙谢谢听众朋友祝大家这个廉价愉快 嗯今年最后一档的廉价好下回见来进广告拜拜 好的新闻